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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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宋辽宋金时期 南北对峙宋辽金 在林青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 林青一直被反复争夺 林青处于战争的前沿 在中国历史上 宋朝虽然创造了经济和文化上的辉煌 但与这形成强力反差的则是 朝廷的软弱边北的松弛 面对强敌百姓唯有自保 于是在宋代民间沿袭武艺的组织 武社开始普遍兴起 昆仑大师 这位原先的步兵统领 根据多年实战经验创立的弹腿功法 终于等到了大显身手的时机 据说当年跟随昆仑大师来到林青的 还有他手下的一匹将士 他们没有选择顿入空门 而是散落在民间 成为民间武社的中间力量 在与林青相邻的灌县城中 有一座方圆四十里的古城墙 公元一零零四年 辽国皇帝辽圣宗和湘太后 亲率大军挥师南下 在此驻土为城 屯兵二十万 直逼北宋的都城东京 此时在双方的拉锯战中 戏剧性的场面一再出现 让宋军无法抵挡的辽国士兵 在面对民间的反抗时 却败下阵来 因为他们遭遇到了真正的死亡 对辽和金兵的作战当中 因为辽金他们是游牧民族 他们的链和衰是他们的特点 为了避免上智和他接触 那怎么办呢 就要充分争取在中远距离去攻击他 这就要充分发挥腿长力大的特点 同时呢 腿又具有隐蔽性 往往在两个人的交锋当中 只注意上智的力量 而忽略了下面的攻击 然而 当进攻被一条腿踢出去的时候 另一条腿却极力露出破绽 成为对手攻击的目标 于是弹腿中通常蕴含着 抑制对方腿部的杀招 招招先发制人 使其无稽可成 探铁它基本从头一趟到R趟到旧趟 它基本都发挥了往外探铁这个小窝 这是拍 被你当探铁 就是 等 就是去 等的时候是呼吸 去哪 这是探铁 探的时候是哪一车 利用脚的外脏 去往外等 等踩它 但是 一分长必有一分短 如果紧紧将腿作为单一的进攻手段 在连续的进攻中 便暗含着一个极大的隐患 那就是自身的平寒 有这样一种说法 叫起腿半边空 出腿三分虚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是一味的强就用腿 你就有一些弊病和不足 它有一些缺陷 那么 怎样才能弥补这样的缺陷呢 今天的少林功夫 以拳术和棍术文明于世 俗话说 天下武功出少林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少林功夫的十二路腿法 却是来自弹腿 四百多年前 一个人的惊人之举 却无意间促成了武林两大门派的碰撞和交汇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明代正德年间的皇帝 明武宗诸厚昭 据史书记载 明代曾将少林寺五台山的僧人编入香槟 相当于今天的预备役 他们要随时接受征兆 为朝廷效力 少林僧兵抗窝的神勇和胜利 使他们名扬天下 不过历史上 他们也扮演过另外的角色 那就是帮助朝廷平定判断 公元1519年 世袭南昌的宁王朱晨豪发动判断 明武宗欲加勤征 率兵评判 随同出征的还有少林寺相继禅师率领的三百僧兵 行军途中忽然传来捷报 明王已被刑抗 出人意料的是 明武宗却下了一道奇怪的圣旨 将明王释放 由自己亲自抓他回来 于是 本来可以搬世回朝的明君继续南下 然而当明君到达林青时 明武宗却离奇地失踪了 而且竟然长达一个月不见踪影 在中国历史上 明武宗诸侯赵是一个以形式怪异筑成的皇帝 在林青的一个月底 明武宗究竟做了什么 正史上未见即来 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团 谁也不会想到 他的意外失踪却为少林和弹腿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一天 一位僧人出现在龙潭寺 他就是少林的相继禅士 而他来到龙潭的目的 是想见识一下这里九富盛名的腿上功夫 迎接他的正是龙潭寺的住持月空大士 一场非同寻常的较量即将展开 少林和龙潭同为佛门圣地 本无高下之分 而两个佛家弟子的此番比试 却有着更深的意味 这是一场拳和腿的对决 究竟谁能够站得先机呢 据说这场敖战持续了三天 双方各站拳脚 打得难分难解 最终未分出高地 英雄相惜之下 两位禅师相腰拳腿护换 相继传授罗汉拳 而月空传授林青弹腿 从此林青弹腿有了罗汉拳 少林寺则有了弹腿 弹腿中增加的罗汉拳 就像戾气的蒙古 此后弹腿形成了拳打三成 腿打七分的特色 拳与腿 虚虚实实的变化 令对手防不胜防 所谓弹腿四只手 人怕鬼见肘 这个弹的腿 弹着对方的下巴扣 弹出去 这是第一个弹腿 第二个是蹬腿 蹬腿就是对方都冲船的时候 我侧步的时候随着上步 蹬腿拿这个脚蹬去 就是一个是弹腿 第二个是蹬腿 第三个是排腿 排着对方上拳的时候 我排出去 蹬 拿这个脚 排着对方的 蹬 排出去 这是排腿 还有个勾腿 勾腿是冲船散出对方来 这个时候 勾出去 拿这个脚 勾出去 勾腿 再就是一个破腿 破腿的时候 上擦掌 擦着对方脖子下边 擦 走 破 拿这个 破出去 擦着对方 破出去 少林与弹腿的融合 看似巧合 实际上并非偶然 明代是中国武术理论 开始形成的重要时期 此时的各大门派 都在寻找着交流的契机 正如少林的罗汉拳 先后传入弹腿 峨眉 划拳等门派 最后 由于林青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弹腿也提出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从元旦开发汇通河以后 林青更是成了东街骑鲁 西空燕照 南达苏航 而北达黄都 也就是北达北京的交通要道 经过林青 远销全国的货物 在明代十三个不增市中 就有九个 清代十八个行省中 就有十四个 明青两代 除了云集的商人 汇聚林青的 还有各路豪侠和鸭镖的武师 随着他们的到来 弹腿的功法将继传入 茶拳 行翼 筋骨的门派 成为这些门派练习腿功的基本技法 千百年来 法端与军体拳的林青弹腿 一直以一种严谨规整的形象 呈现在世人面前 而一个另类拳尸的出现 却给他带来了别开生命的变化 这个人就是传奇英雄 马永珍 在中国武术人民词典中 收录了中国历史上 最具影响力的武术名家 一代弹腿大师 马永珍 即位列其中 然而 由于史料的缺乏 有关他的生平意识 却大多在民间流传 一个出身于草根阶层的传奇人物 凭借一身硬功夫闯荡上海滩 这本身就足以引发人们的想象 正因为如此 马永珍成为众多影视作品热衷演绎的对象 在这些影视作品中 原本生活在清朝末年的马永珍 甚至被搬到了近代 1843年上海开部 外国商品和资本 纷纷涌入这个长江的门户 开设航站 设立码头 划定租借 开办银行 这个冒险家的乐园 成了各种势力局主的舞台 这时 在上海滩出现了一批 靠拳脚打天下的人 其中不乏五数名家 而马永珍 将在这里经受人生中最艰辛的磨练 据说 出到上海滩的马永珍是在码头上做搬运工 此时的他只想凭一把力气混口饭吃 但是他却遇到了强人的挑衅 马永珍刚到上海以后呢 做脚立 就在那个码头上 这个当搬运工 就现在搬运工 当时呢 他们看不起他 就跟他比试力量 比什么力量呢 就看起来大的马带多 当时呢 就跟马永珍上面 搭了两个马带 而且马步扎了以后 别人用脚踢踢不动他 上位交手 强人即被吓退 这是一种威慑的力量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是什么样的训练方法 使得马永珍具有落地如钉的身法 在林青 我们看到了弹腿弟子 训练装功的特殊方法 在扎好马步的两条腿上 还要站上两个重叉 以此来训练马步的耐力和稳扎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 是弹腿前辈武师 吉特的训练差别 然后一个那个音 音乐的音 地印 就是地下室 现在叫地下室 那个时候叫地印 过去练功 他为什么非要在地印的里面 不在上面练呢 一个原因呢 他保密性 在地下练 别人看不到 我的技术不愿意轻易让别人知道 这是技巧的保密性 空间相对要狭小 有那么两三个人 他在里面练 练这个下肢功夫 他起到地面所起不到作用 另外几个人互相不受干扰 他对于下盘 下肢力量的灵巧性 包括他的闪 转 挪 移 都可以起到地面训练 所起不到的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 今天的弹腿武师 已无法再现前辈武师 在地印里练功的情景 我们很难想象 在如此狭小阴暗的地印里 弹腿的前辈武师 如何发挥 他们腿上的功夫 可以想象的是 一旦突破这种障碍 获得更大的施展空间 他们舒展的双腿 毕竟爆发出超长的飞力 据上海民族志记载 后来马永珍又在上海 做起了贩马的买卖 他能够在奔跑如飞的马背上 轻松地做出海底捞月 鸟子翻身 大鹏展翅等惊险动作 这或许就得益于地印里的训练 满运功 马贩子 似乎与人们想象中的 一代弹腿大师的形象 相取深远 然而 正是因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 是马永珍给弹腿 带来了一股市井气息 和草根色彩 水焦 铜壁拳的招数 都被他融入了弹腿 这就是一个破脚动作 也是一个典型的摔脚动作 在鳞下呢 它叫架连脚 这个 比如我们 看一看这个用法 你到这边来 你看啊 我这一骑腿 走 打 我现在再做一做 这个通背拳 融到里的几个经典动作 你比如 通背拳的藏风 他在 第七趟 这个藏风 这个头是风 把它藏起来 然后下来再有 还是腿 用腿击打敌人 这就是藏风 然后翻过来 这个动作还是藏风 一正一番 走 再踢下来 再走 正所谓 英雄不问出处 这种无拘无束 不合常理的打法 追求的是实用和有效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跑 但是弹腿的跑 却不是落荒而逃 而是暗含了一种 反败为胜的绝杀招数 据说 这是马永珍 从一种传统的民间游戏中 得到的灵感 在灵清民间 从灵清时期 便开始盛行 斗蟋蟀的游戏 这个游戏 已经流传了几百年 每年秋季 这里都要举行几场 斗蟋蟀比赛 据说 当年马永珍 就非常热衷于这种游戏 在一次比赛中 一只斗败的蟋蟀 居然在逃跑时 甩出有力的后腿 将追赶的蟋蟀踢翻 这个出人意料的场景 给马永珍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后来 他根据这个动作 创出弹腿 败中求胜的绝招 后撩腿 这就是后撩腿 不久之后 他将在一场实战中 显现他的威力 有一个名叫 公本的日本武士 要与马永珍比武 这天他专程赶到上海 两人见面以后 公本口出狂言 他说 第一权要将马永珍大翻在地 二权要使他劈开肉弹 这时公本哇呀呀冲向前来 照着马永珍面面 啪啪啪 就是三权 马永珍不慌不忙 左过来前 侧身一个破脚 就将公本是踢翻在地 公本这时气得是恼羞成怒 爬起来 赢面 又朝马永珍 劈了上去 马永珍也迎着公本 走上前去 双前在公本面前一晃 突然扭身见走 公本因为马永珍胆怯 上前掐住马永珍的脖子 一二三 就在这时 只看马永珍 一记 弹腿中的后撩 也就是一个 十二场弹腿的鸳鸯 啪了一下 就将公本是踢翻在地 一场圣地 续写了弹腿的神奇 而这神奇的背后 是一代又一代弹腿武师 艰辛的传唱 行 抱全连 预备 看上 今天 在龙潭死一致上 弹腿弟子正在举行一个 专重的 祭拜师祖的仪式 他曾经隐姓埋名 一度声明远多 但如今 在弹腿武师的心目中 弹腿的一脉相长 不在于名声 而在于他们的腿 能否站得牢 扎得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